来自吉林四平 今年23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吃苦能干爱攒钱 找个媳妇来管钱 谢谢大家 你好 欣雷 你好 欣雅姐 哎呀 这家有没有我的呀 哎呀 这家伙 哎呀 是不是尝没尝啊 尝啊 你俩尝尝啊 花生仔样香不香啊 有 生啊 这是刚下来的吗 对 今年刚下来的 啊 怪不得 这生花生味道不一样啊 好 是不是 好 来 10号 这生花生真新鲜的 小伙子咱拿整的 我家 自己家种的 哦 自己家种的 生花生养胃 然后而且这花生洗 多感情啊 嗯 我看原本电视给谁了 有 14号 安雅如 我感觉你把这原本的电视 给我挺惊喜的 挺意外的 有关注到他 是吗 对 在上一期吧 嗯 看到你说的就是 比较会吃家 所以关注了一下 哦 哎呀 你欣赏到的是最好的一个 闪光点 会吃家呀 是吧 找媳妇就得找会吃家 好吧 好 大家吃着花生 来看一下小伙的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先生做物流司机 月收入大概在2000到4000左右 我这么干也是随根 我资助过两个贫困学生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每年会给他们一万块钱的生活改善费 然后在我今年这次回来的时候 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件棉符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台上的女嘉宾 如果你们要是喜欢这样 踏实能干的我 就为我留灯吧 12号 王杰 我看短片就小伙真都挺好的各方面 我就是阐述一下的 我要是如果再小十岁的话 我就给他留灯 谢谢 你一定是看到了身上很多欣赏的地方 有务实 然后之后呢 又能资助就是那个学生啥都挺好的 这个品质啥都特别好 给我介绍介绍哪个资助学生的事 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吧 我们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这两个学生吧 这个男孩 他的爸爸妈妈是没有了 他跟着他爷爷奶奶生活 然后家里也没有多少地 所以这样联系的 这个女孩是 他的妈妈之前是精神不正常 然后家里失火了 就是把他爸爸也 请那个什么呢 也烧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孩的半边脸到这儿 都已经就是烧得看不清了吧 我是通过一个公益的组织 然后跟他们签了合同 我是从他们初中一直捐助到大学毕业 你看啊 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一个小伙子 谁好 刘美丽 我也觉得小伙太优秀了 然后看了短片之后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 那个就到贵州毕捷华竹新小学 去资助这个贫困生 然后在那边也待了很长时间的住宅 那时候苦到啥样呢 就是那边的房子特别苦 小孩都是啃土豆的 然后那个要走十几里路才能上学 然后我住在一个人家 他家那个上面就是这种房梁 这种房梁下边就是床 然后每天晚上那个鸡蹲在房梁上 我住在那个床上 然后鸡那个排泄 就直接就拉我身上了 然后我都得盖着脸 盖着那个被单把脸捂着 就那样的环境 待了一个多月 后期呢也一直都在资助那边的学生 不管我这些年在古在南 然后也一直都在资助这个事 然后另外我看小伙儿 就是这个牛 我还是很喜欢 我看到牛我就非常非常的亲切 给他家那几个牛还都挺好 养的挺好的 然后小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 另外然后呢 我爸这不叫老牛吗 他们都叫我老牛 老牛吃嫩草 我的意思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嫩草 好 老牛 老牛大不相同的 我跟你说 行了 这是7号牛美丽 他们称之为老牛 但是牛美丽多大 28 28 你23 你晓得一下年龄上 有没有什么限制 主要不是太大的那种就可以了 啥是算是太大的那种 过三十的那种 谁说的 像我这样 别像我这么大就行 12号王杰再一次被扎心 13号阿雅如 小伙儿你好 我看铁能短片的 看铁能攒钱的是吗 可以这么说 我也能攒钱 就是一个月 比如说开三千块钱的 攒 攒两千 但是买水果 我都会等它 比如说这个水果 等到二 它原价是29块9卖一斤 你会等到9块9 或者是5块钱买一斤 它卖三日29块9的时候 你不买 等5块钱的时候再买 等5块钱的时候 应该都烂差不多了吧 烂差不多 你回去学一样吃 这样的工程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一听说会过日子 这脸上泪露出的 这种笑容的 对呀 挺夫妻酱的 好 来看一下小伙儿 第二个等片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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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满足爽 卡、钱都交给媳妇 才礼仪可以给20万 因为在我心里 媳妇大于天 找对象年龄比我大 四五岁都可以 离异的也能接受 我觉得离异的女人 更懂得珍惜感情 这小伙这经历 我这看完了之后 我都心疼 来 一号 张文柔 给我的感觉 就是她让爱情冲昏了头脑 她没有去考虑 这个人值不值得 去付出这些 而且你了解到近况没有 就她爸爸妈妈生病 是你真实看到了吗 而且你俩出这么长时间了 你才知道 她的年龄是有差距的 当时她也没有说 给我看过身份证怎么样 你们俩相处了多长时间 九个月 九个月 这九个月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看过她身份证 没去过她家 没看过她爸她妈 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 一直都是很忙 小伙这事 听得我是这个来信 下一个上场的小伙是医院的冤草 贼文艺的小伙和九号在一起合唱 那可老像样了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你 但小伙却被老刘太太一阵怼 你真一板 你真一板 太一板了 咋回事呢 咱一会儿看啊 这九个月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看过她身份证 没去过她家 没看过她爸她妈 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 一直都是很忙 所以说 我说小伙 让爱情冲昏了头脑 你九个月 你辛辛苦苦攒的钱 二十九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呢 不值得被同情 就你没了解过人家的近况 你自己的钱也是你 看你的帅伯伯挣出来的 挺心疼你的 其实我感觉吧 就是花钱买个教训吧 对 是花钱买个教训 只不过这个钱呢 花得有点多 你爸你妈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是不知道 要知道啊 这都得老心疼了 这还真实有点 真是奇定说 要你爸该生什么 该活花 还活着还不值得 那你总没总结出来 你为什么会骗呢 可能说就是 太容易相信人了吧 太爱了 其实太爱了 被爱从中都疼了 还有点大气 我还觉得这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你第一不太了解女生 另外一个 你观察能力比较 可能有点粗心是吧 对 所以包括你没有见对方的父母 你就轻易地相信他 是不是 对 所以你得先总结 不然的话 你说你买教训 下次你如果没搞清楚的话 下次有可能还出现同样的情况 对 对 对 你们这都是经历 只不过你的代价有点大 对 对不对 好 来看看这边 14号 雅如 你对于他刚才 他在这个前一段感情当中的 被骗的这个经历 你想说点什么 我挺心疼的 因为 被骗 我有时候也被骗过 被骗过 那时候是 上段感情 因为我跟他有同感 挺心疼他的 对他特别有好感 特别有好感 是吗 特别有好感 是在那个 看到他受骗的那个经历 更心疼了 对 一下就拉近距离了吗 对 你看 这个前一段经历 可能我们这边还在扎心呢 这边有个女生默默地 想要心疼你 对 14号 安雅如的灯亮着 没有问题是吧 来 我们掌声有请 14号 安雅如有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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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 铃铛 问一个你只想问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在一起以后 你会有什么规划 就是以后生活 或者是能不能去外地 还是在本地 我的规划是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 不需要去外地 暂且过日子 因为他现在是在北京工作 你现在是在 长春 在长春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是不是不能问这个问题 是这方面的问题 对 我可以跟你去北京 我可以跟你去北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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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